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可能中医叫你有瘀血 血脉瘀治 你看看 中胶就是咱们胃这一块 手掌中暗藏人体健康奥秘 专家教您如何从手掌变健康 手指也是从指根部 你往外推 侧面就会痛 我这点就会痛 我这点骨头这会痛 那你们俩脾胃都不太 手掌细微变化多 究竟哪些区域最需要我们注意 指根部 长根 指尖部 如果这个不会红 我们心脏中却不好 小小手掌对应五脏六腑 专家教您如何按摩 减缓肠腺病症 中老年人可以做食指操 食指相对 对点 你这个关节的灵活度 就会好了一些 今日健康话题 关手掌变健康 饮食药师会精彩马上开始 欢迎您来到湖北卫视 饮食养生会 我是主持人段剑海 本期爱问团是 胖姐 红杨 胖胖 今天我们看到现场有一个 非常鲜明的一个道具 看到没有 你要起飞了 可以飞吗 对啊 为什么呢 像翅膀一样 对啊 是不是要起飞了 对不对 牵手过阴的 有这么多只手 是吧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我发现每一只手都不一样 对 就没有长得一样的手 对吧 甚至你的左手和右手 都不见得完全一样 对不对 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走吧不许飞吧 好的 其实呢 我们今天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手上真的是 隐藏了很多的秘密 从手上有很多的健康密码 就是看我的手相 就能知道我什么病 是不是 这行吧这个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这样子能不能成 能不能行 我们待会儿呢 就请上这位专家来 来根据您所填写的内容 来判断一下 稳不稳合 好不好 这样 判断你先写 你先写 我们来考验一下 准不准 对啊 你先写三条 好吧 你去 您边写 我边有请这位专家 我们请上这位专家 是来自于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临床基础 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韩学杰老师 有请 欢迎 李强杰好 大家好 韩学杰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主任医师 中医临床基础 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真的平常就 根据我们一双手 您瞧一瞧之后 就能判断出来 我们身体里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 健康问题是吗 的确是这样 真的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拿胖姐 来做个试验 写好吗 她已经把身体里的 某些问题写好了 然后您根据 她的这个手上的 这个情况 来判断一下 好不好 好 这要是说 咱们哪疼哪痒呀 按到手上有反射区 这个我倒觉得 还有可能 好 但您说我这是 都能看出病来 好的 我觉得这几点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通过手 能够判断出来的 我们先给两位看一看 这个一般是 很难察觉出来的 第三个是 几乎不可能的 好难好难的 我们看老师 能给出我们 一个什么样的解释 好不好 第一个呢 我觉得她 胃肠不是特别好 胃肠 胃肠不是很好 那么中医讲 她这个中医偏寒 有寒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心脑工血不是很好 你就会头晕啊 胸闷啊 憋气啊 第三个 你血脂有些问题 可能有血脂高脂肪肝 大概从您的手上呢 看出来 您这几个问题 好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已经非常明确地 把它给阐述出来了 第一句就出来了 单刀直入了 别着急 别着急 我现在您说的我 胖肩还不信 对啊 您说的我肠胃不好 就是说您是什么意思 您能说一下吗 您那个中胶呢 有这个清筋 所以有可能 中医叫您有瘀血 血脉瘀制 你看看 中胶就是咱们胃这一块 对胃肠 然后里边又有清筋 非常的明显 对对对 因为您可能不了解胖姐 她做过一次这样的手术 缩胃绕肠手术 这个都能看得到 对 其实我觉得前两个倒还好 只是一些简单的症状 对 但是我觉得单独这一个 就是切胃手术 光这一点 我觉得就已经判断出来了 对 我们请老师 待会儿坐下来 慢慢聊 好不好 那韩老师啊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 神奇的手术 你跟我们讲讲 手术它的科学性 究竟是怎么而来的 因为我们的手呢 是于通过经络 它与五脏六腑相连 所以通过经络 另外通过血管 通过神经 所以我们手呢 有84个穴位 它把24个精外齐穴 手在清代陈修元的时候 他就提出来 手是第六脏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这个经络相连 那你五脏的变化 在手上都会有反应 所以可以看出身体的状况 人体的手 其实相当于是人的第六脏 然后它对应了 里边不同的这个位置 对应了我们身体里 五脏六腑所 这个对应的一些关系 那究竟它怎么一个对应呢 老师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大拇指呢 这个叫图 图是什么 就看我们的脾胃的情况 大拇指 怎么去看呢 那平时我也教大家一个办法 你把这个手伸出来以后 你用另外一个手的指甲 掐前你这个手大拇指的指甲 脾胃有点疼 对有点疼 那可能你的脾胃就有点问题 我就不疼了 我怎么不疼 不疼说明你身体好 你这样掐 看完指甲以后呢 再看你这个手指 我疼 手指哪里呢 手指也是从指根部 你往外推 往外推 侧面就会痛 我这点就会痛 我这点疼 我头这会疼 那你们俩脾胃都不太好 的确是 如果你拿个部位痛 那么你可能相对应的 这个脾胃的就有问题 这个看完了看食指 食指 食指是木 木对肝 木对肝打 对的 对 先看看你从你指甲 掐指甲 先指甲 有没有痛啊 有点疼 一点都不疼 肝不疼 我有点疼 指甲肝 你们不疼吗 你可能有脂肪肝 我也去指甲肝疼 对 如果疼痛的话 我没有脂肪肝 有脂肪肝的 有胆囊炎的 有德国肝炎的 或者最近这个情绪不输的 像女人说肝气愈结的 还生气的 对的 也会有点痛 你也不疼吗 这个掐完了以后 也是从 推 从那个指根 一直推到指尖 指指尖 再去推 看有没有痛 好的 每一个指头的检查方法 是一样的 都一样的 但它对应的这个脏性 是不一样 你看中指 中指是火 是心与小肠 对 心与小肠 就是你心脏 小肠就是泌尿系统 有没有问题 对的 那么在无名指是筋 筋是肺与大肠 对 就你呼吸系统和大肠 就有没有肠道的问题 那么这个小股指呢 叫水 红阳一定知道 这个 水在哪里啊 肾 他最关心自己的肾 肾与旁光 对 肾与旁光相表里 对 但是我听说这个小拇指啊 如果什么弯曲的话 就说明你肾有点问题 是吧 确实 很聪明 那我们把自己的这个 射手伸出来看 看你有拇指 就这个小拇指啊 小拇指 有没有弯曲 弯曲是有的朝外弯 有朝里弯 有朝前弯 有朝后弯 天生的 外伤不算啊 比如说你处了以后 小时候拿什么加伤了 你弯 你看你看你看 明显一直就弯嘛 你这这一切 他这个不算 你这个不算 你是整个我发现 你指头都有点往外弯 往外翻的 你整个手指都是往外翻 对 养生小技巧 经常按摩手指 会起到怎样的效果 正如刚才韩老师所讲的 按手诊学来说 小指代表肾脏和膀胱 所以经常挂挂小指 可以预防脱发 无明指代表肺和大肠 如果有经常便秘 腹泻的可以多刮无明指 中指代表心和小肠 如果你出现心慌 胸闷等情况时 可以刮中指缓解病症 食指代表肝和胆 所以经常刮食指 有利于肝胆的健康 大拇指代表皮和胃 如果皮胃功能不好的 应该经常多刮大拇指 刚才是给我们讲述了 我们不同的手指 所对应的这个五脏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 那我相信这也是您判断的 这个依据之一 对啊 那平常在您那里 去瞧病的病人当中啊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 一些特殊的案例 刚好是您通过他手指 或者是手面的一些症状 很快就判断出来的吗 一个女儿领着他爸爸 来去我那旧诊 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呀 他说他爸最近不太想吃 然后呢 体重有点下降 那肯定作为医生的话 第一个想法 胃肠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到什么问题 是炎症啊 还是生了肿瘤啊 还是什么 大概有一个判断 我说我在摸脉的时候 他这不是手就伸开了吗 我一看他在这个 胃肠的这个部位呢 有一个节节 我上去推了一下 那个节节比较硬 颜色也发青 我就给他女儿说 我说你去带你爸 查一下胃镜 他说胃镜比较痛苦啊 做一下别的检查行不行 我说不行 胃镜比较客观 结果他爸就出去了 他又回来就问我 说韩大夫你怀疑什么病 是不是你已经有答了 我说第一个先排除炎 他说可能吗 我爸想没什么问题 就有点炎症 可能是不是 我说先查一下 然后他去就去检查了 听我的劝 检查了以后就发现是胃癌 早期胃癌 他很快就手术了 他就没有转移 他回来又来谢我 他说多亏你给发现了 大夫说你在晚半年 或一年的话 这一转移就可能 没几个月了 这个过去 所以他回来又感谢我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做医生的话 一定那个思维啊 思路要宽过要超前 因为像胃镜做起来 大家觉得特别难受 一些我愿意接受 没错 但是你如果要怀疑胃癌的话 一定要让他赶紧去查 其实老师今天也是 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 通过手上面的这些诊断 通过手诊 还是比较科学的 就像我们开场一样 我们看到了这些手模型上 其实它不是模型 它是真真正正的 来自于老师这里的病人 他们所拍下来的手的照片 我们把它做成了 这样一个造型 其实每一只手都是有问题的 老师我们到中间来 结合这些图 我们来找一找 究竟这些手隐藏了 怎样的问题 好吗 的确是这样 小小手掌对应五脏六腑 专家教您如何看手掌断病症 如果到指尖部这个部位呢 也红就会发生脑梗 这些手掌变化需警惕 专家告诉您如何按摩减缓病症 最后还有一个动作呢 就是搓搓手 搓手 是不是 先掌心锁 然后再手心手背锁 这个血液循环加速 另外你的手指的敏感度会加强 敏感度 比如这样 我们因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 那大家在家里的时间也比较多 他可以有时候自己也看看 我的手可能哪里有问题了 您看看哪只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看这只手 对对对对 这样让各位来猜猜最红的那个红羊 这只手我觉得掌心啊 就是这边都开始红 而且指尖也红 指尖红 我在想是不是高血压呀 你看你看还有凸起那个掌心这些位置 好像还有一些咯咯哒哒的东西 我看是吧 其实那个咱们生活当中 经常能见到这只手 就是这样都是粉红粉红的 当时我还说 你瞧人家血去多足啊 那看来还不对吧 这个的病人跟了我二十多年 哎呀 这个病人是一个糖尿病 啊 高峰 高峡病 而且那个走路现在都很费劲 所以大家观察很仔细 我发现咱们嘉宾越来越有经验了 这个你看见吗 大小鱼迹偏红 对不对 对对 指根部 长根 指尖部 指尖部 如果这个不味红 心脏空血不好 如果这个不味红呢 血脂代谢血糖可能会有问题 然后指根部的话 五脏都出现了热 就是血脂异常 代谢的异常 如果到指尖部这个部位呢 也红 就会发生脑梗 或者心梗 所以他有过脑梗 先说话都不利索 走路也不太利索 您再综合地讲一讲 大概通过哪些不同的性状 可以有一些怎样的基本判断 尤其是对于电视机前的中老人朋友 那我要给大家说 我们这手伸出来以后呢 先看看这个大小鱼剂的胖瘦 胖瘦 对不对 是不是大小鱼剂这个比例呀 像大鱼剂稍微丰满一点 小鱼剂稍微小一点 就何必丰满程度比大鱼剂 肯定要差一点 对呀 当然 如果大小鱼剂一样大 说明你血脂代谢有问题 有脂肪肝 血脂异常 或者呢 这个代谢异常 或者尿酸膏 对 对不对 很多这个出现问题 就大小鱼剂不能都肥胖 就肥胖 就可能代谢有毛病 有毛病了 所以说可能糖尿病 也是会通过这个来呈现出来 对对 糖尿病 痛风 这个血脂膏 脂肪肝 都是这个问题 如果大小鱼剂都扁平了 对呀 说明也有问题 心气不足 心气不足 脾气亏虚了 所以都会扁平 手软 尤其女孩子 对 一摸那个手 就像好像抹一骨头一样 所以这样我一摸 就脾胃功能弱 像这种容易血压低 容易头晕 容易疲劳 吃完饭 吃一会儿有的一顿饭都吃不完就累 上课什么 集中起来精神 就会心率失常 就会心肌炎心慌 哎呀 我就困了 就爱睡觉 有的人说犯困 比如说我们正常睡眠七八个小时 对呀 睡觉不多 要睡十几个小时 哎呀 睡得过久 也是这个脾气亏虚 养不住神 养不住脑 对 所以他老昏昏沉沉的 老师所说的这种症状 在手上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基础依据就是 这个大鱼剂和小鱼剂都很扁 对 很扁平软的时候 扁平软的 这是从这个形态 对的 厚薄 那我还要从颜色 大家一看这个颜色 红的 你看这个最红啊 对 最红的 全满红啊 满腾红啊 对 那我就知道他五脏有火 比如说有 五心烦热 五心烦热 出那个发热 对 出汗 口舌生疮 哎呦 经常这个咽咽 口腔溃疡 不好 反复发作 所以这是失眠 失眠 比如说便秘 尿赤这些 我一看这个手我就知道 还有的人 你看见没有这个手很白 很白 这是鲜明的对比了 看见就深的 对 这就气血不足 或者手术后 或者妇女差 产后 或者手术 肿瘤手术后 贫血的病 一看像有很多女孩子 可能就是月经有问题 所以要看这个颜色 如果发黄 比如说这个掌心 都是这个黄啊 对 纯黄的话 那脾胃或者肝胆 一线有问题 尤其是一线癌的 胆囊癌的 梗组以后 全部就会发黄 手黄 眼睛黄 脸黄 尿黄 这一般都梗组很严重的 好的 还有一个中老年 更可怕的 手上长截子 看见吗 长硬结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 你看见这个 它这有茧子吧 对啊 所以一看见是劳作之人 但是我问他 你经常这个部位 受伤过吗 对 有没有受伤过 有没有去做什么 对啊 去把它经常磨 会去检纹 他如果说没有 看见吗 它一个硬结 对 你看颜色是不是 也发灰 发青 你再推一下 是不是深 如果说他这个部位 经常没有磨到 在这个部位的话 消化系统容易出现肿瘤 良性或恶性肿瘤 其实我们之前呢 我们老百姓都知道 就是等你化验出来 检查出来 其实肿瘤的时候 都已经到中晚期了 但是我们真没有想到 这手上就是我们 健康的密码 如果要是 就按您这 多观察观察自己的手 其实还是能看出 一些健康的端倪来的 没错 确实我们手上 有很多的健康的密码 那么我们除了本身要 可以通过他观察出来 自己的这些讯号之外 我们也要做一些防护 患于未然的一些预防工作 教大家几张吧 好的 那第一个呢 我先搓大鱼剂 搓大鱼剂 大鱼剂 比如说你有青筋啊 或者呢发青啊 你看两个手对搓 对吧 坐在这儿没事 挺暖和的 而且手脚冰凉的人 这搓以后就会热了吧 对 第二个 这个搓完了以后 如果还有这个中老年人 可以做实质操 实质 对 实质相对 对顶 对顶 看见吗 有的人 尤其一些中老年人 手指不是觉得发硬啊 关节胀痛啊 所以早上起来 可以练一练这 你的这个关节的灵活度 就会好了一些 最后还有一个动作呢 就是搓搓手 搓手 是不是 先掌心搓 然后再手心手背搓 那这样的话 你会有利于 对 促进这个循环 使这个学循环 加速另外你的手指的敏感度会加起来 敏感度啊 太好了 养生小技巧 除了刚才韩老师所讲的按摩之外 我们饮食上也应该合理均衡 首先食物多样 骨类为主 粗细搭配 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 每天吃奶类大豆或其制品 常吃适量的鱼 芹 蛋和瘦肉 减少烹调用油量 吃清淡少盐膳食 食不过量 天天运动 保持健康体重 三餐分配要合理 每天足量饮水 合理选择饮料 饮酒应限量 多吃新鲜卫生的食物 只要坚持合理的饮食 您就可以享受健康的生活 确实呢 今天的老师给我们带来 这么重要的健康密码 让我们通过了手 可以知道我们身体的问题 究竟在哪里 便于我们能够治胃病 方宽于胃然 好的 那再次感谢老师 来到我们饮食养生会 谢谢您 谢谢 好了 看看大厨 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道 怎样的美味 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这里有爱美食的养生大厨 在这里您可以跟着医生 去破解身体健康的密码 在这里您可以学着大厨 将食材烹饪成健康的美味 我是段建海 每天锁定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我们与您一起相约健康 营养丰富味道鲜 看大厨如何用它打开您的味蕾 豆腐就适合您 好吃 是吧 今天咱们做这道菜呢 叫什么香菇煎丢豆腐 饮食养生会精彩继续 饮食养生 健康生活 欢迎来到养生厨房 我是吴清 我是区浩 大厨啊 我最近好像是有点上火 这个牙齐有点疼 所以我不想吃那种嘎门脆的 我想那种入口即化 软软糯糯的那种菜 您能不能给我来一道 这太好办了 咱们这个食材里有的是软的呀 今儿我给您来这块食材 豆腐就适合您 豆腐好吃 是吧 今天咱们做这道菜呢 叫什么香菇尖椒豆腐 香菇尖椒豆腐 好食材 好食材 是吧 就是让它营养丰富 品种多一点 这个是玉米笋是吧 这是玉米笋 这是专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小笋 它是笋不是玉米了 但是形式玉米 但是长得跟玉米一样 这样呢 我们一破两开 便于入味便于成熟 最关键还要便于食用 好 香菇呢 拿盐和面粉搓一搓洗一洗 因为在它这容里头 很容易藏口三公斤 而且我们已经把根都去掉了 把根去掉 把这种洗干净 然后给它切成条 切成条 那豆腐你也是要切成条吗 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 我们这个青椒 我们也给它切成条 切成条 红椒也一样 切成条 然后把豆腐 我们也给它切成条状 豆腐其实特别好 有的时候我们去那种素餐厅 你就会发现 会把豆腐当肉 所以我们这个豆腐 也叫植物肉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豆腐易消化 而且吸收特别好 两小块豆腐 就可以满足我们一个人 一天盖的需求量 我们现在是要先 先把玉米笋 香菇 青红椒 简单一抄 这样呢 我们在正式烹调的时候 许多用锅 开锅了 我把它放下去 我记住了 您说的这个叫 初步成熟 对 初步成熟 初步成熟 四大作用 给我叙述叙述 我跟你讲过 我一入味 一烹调 一成熟 一食用 说的不对 第一起到杀菌消毒 杀菌消毒 再一个去除异味 去除异味 再一个缩短正式烹调时间 合着我就对了一个 对了一个 还要一个调整不同的成熟度 有东西需要长时间加热才熟 有的需要短时间加热才熟 像香菇 其实我在家炒的时候 煸炒的时间 就我炒香菇炒青菜 就是香菇要完全把它煸的水分都出来了 汤汁吸进去了 这时候再放青菜 因为咱们这香菇切成是片了 它就很容易熟 因为切的都是厚片 类似于条状 稍微一烫 它就基本上熟了 你看这颜色五颜六色 是吧 色泽非常好看 锅上火烧热 我们放入金沛玉米油 油要宽一点 要快一点 这种的煎炸豆腐 那么油温一定要热 热呢 才能把豆腐一下炸的表皮挺住了 是吧 如果说凉油下去 好 咕嘟咕嘟咕嘟 一会儿豆腐全碎了 那几成热比较合适呢 这也得六成热以上 也得六成热以上 这个炸的时候 也得分这下 如果你这冰着下 一会儿全粘一块了 你一抖全碎了 是吧 迅速下去就起泡了 泡了 刚下去别搅和它 你搅和坏了 又散了 全散了 是吧 一定炸什么 你看炸绷住了 现在已经 炸绷住了 感觉炸成那种 小脆条 薯条似的那种感觉了 已经 你看见没有 一定得炸到这劲 再烧 它才好看 好吃 是吧 现在炸的表皮 有点硬壳似的 等加汤一烧 嘿好 里面就是 烂了 软了 你看炸挺住了 这时候才能给它捞出来 而且你看它这个豆腐 变得很有弹性 不是那种拿起来 就断掉了 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炸的 油温合适 效果就出来了 下锅的手法 也很关键 这应该算什么 这应该算什么 溜边下 对 溜边下 是吧 然后贴着这油面走 有的时候 家里的火控制不好 一哥这不动火了 一会那边粘住 全一放过来 糊了 现在你看 基本都炸住了 再稍微炸一炸 把那些 嫩的地方再炸 挺住了 让它颜色就变得非常好看 让它颜色一致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做 浆气烙出了 锅上火将锅烧热 倒入金坯一米油 葱姜切条 是吧 爆香了 有点小焦黄了 把豆腐放入 然后烹入少许料酒 料酒 姜汁 姜汁 水 来 这时候放入少许蚝油 蚝油提鲜的 提鲜的 来 这么小勺 一勺半就可以了 放一点老抽 上色 提提颜色 给它平摊开来 让这豆腐跟这汁 都接触上了 是吧 你看 这事一样把豆腐烧进味儿来了 这时候配料先别下 一下这青红椒都全烂了 所以呢 最后下 要把豆腐的味道烧进去了 这时候最后 我们再放这个 青红椒里面笋 这些再放下去 好了 这汁下去 裹均匀了 出锅的时候 还是要来点香油 香油 顺锅边淋入 然后关火 帮裹均匀 逼火出锅装盘 香菇煎焦豆腐 豆腐非常的入味儿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那个 煎炸的过程有关 对 如果你没有煎炸的很到位 像我有时候自己在家 可能只是油温不够 看着表面有一定的泛黄 一炒反而碎了 不入味儿 但是这样的味道 就非常的浓郁了 所以这道菜 您赶快在家里 做起来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